哈囉,大家好,我是Jem 今天來分享一個TOM工鏈上一個早期的Layer2項目 叫TOMSQUARE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白皮書 翻譯成中文 主要是在講TOMSQUARE就是想要 解決這個TOM鏈他們想要跨鏈到EVM網路 做這個兼容性的一個工作 因為現在如果你想要轉錢過去到EVM鏈 是沒有辦法 因為EVM鏈現在是不兼容TOM這個代幣 所以他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這個 這個項目 雖然還是有風險 但是我覺得風險性應該已經相當低了 他的後面的未來發展潛力應該是很大 那我們怎麼參與這個早期項目 你可以先看一下他們之後還會催出一些質疑 因為你一定要把那個TVL拉上去的話 像我們看DeFi拉吧 這邊 TOM是排在第18名 他的TVL才470個Million 所以他你看距離這些前面的項目 潛力還是很大 你看像這個梅林鏈 都已經1.2個Billion 所以他這次都還降下來的 所以我相信這個TOM鏈後面如果繼續做的好 還會繼續往上拉 而且你看他的市值 TOM的市值 還在 170億 我們看看前面幾個比較大的幣種 你看好像是 老大老二老三嘛 他們這兩個在整老三嘛 對不對 那如果TOM當老四好了 我們只有老三的一半 300億 也是現在的 一倍多了 一倍多的話 現在幣價是7塊錢 再翻個一倍 是14塊 那我們不要講那麼多 我們漲個70%就好 我們漲個70%也有12塊錢 所以說其實現在潛力我覺得還蠻大的 而且應該很多人 知道這個TOM 到現在還沒有上 币安腳一鎖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最大的力度 一個排名前十的 說不上币安 我確實在說不過去 所以TOM如果最後能上币安 就是應該是最後的一大利好 就跟之前的歐迪一樣 币安也是一直不上币 直到币安一上 好像從3塊6塊 就開始一路往上拉 拉到 反正之後也是拉了好幾倍 所以如果現在買TOM 後面的漲幅應該都還是有的 尤其他跨鏈做起來的話 後面的生態陸陸續續進來 翻倍應該還是穩穩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早期的TOM2這個生態 還是 值得去參與一下 我們再回來看一下這個白币書 然後他這邊還有一個 特別的空頭計劃 就是說如果你有持有TOM的代幣 但是要100個 那他就會送你空頭 2萬個到50萬個 TOS 怎麼樣啦你還得來這個地方 去啟動這個機器人 你就跟著他這個流程去做 把他們的頻道加進去 然後還有按追蹤 然後把一些輸入進去讓他們做檢測 然後你的錢包裡面只要持有100個TOM的話 那就很有機會 應該是一定 你一定可以拿到他們的空頭 然後這邊寫 451個TOM 價值15萬美金的話 除起來大概就是 一個TOS代幣 大概是0.001 那所以你分到2萬個的話 就是大概 20U 所以D寶至少可以拿20U 然後再次看鑰匙 如果你現在鑰匙 第一階的話 就是有4500個 每個賣15個TOM 所以說這4500個賣完之後 4,050個就是賣15.75個 這樣子逐步減少 然後你的TOS就是因為你有鑰匙的話 前面10天 就是生3000多個TOS代幣給你 然後後面會越來越少 然後之後還會有更多消息 然後你只要有這個鑰匙 你就可以注到NFT NFT有分一些等級 然後之後可能 可能越高等級可以拿到的空頭 代幣可能會越多吧 這就要看他們之後 怎麼樣 去講 然後這邊說 你有三個鑰匙 所以最好一次就是買三個 就可以鑄造一個NFT 然後如果你鑄造到一級 就最好的波賽東 這機率是10% 然後第2級就30% 然後如果你都不想花錢 你就是在他們的測試網裡面 免費鑄造 你鑄造第一級的機率是0 那以後很有機會鑄造第二級的咒詩 對呀 你還是有機會5%的機率 那就看你的手氣了 好我們這邊就直接進到 他們的官網看如何直接鑄造SSKey 鑄造他們的鑰匙來 參與這個早期項目 他現在的預售階段就是 所謂的鑰匙 然後一開始我們要做的就是 連線TOM的錢包 應該是不能用Metamask 我是從TOM開始 因為Metamask這好像是要做 我做這個NFT測試網用的 所以我們就是連好之後 來這個SSKey這邊 現在一個鑰匙就是15個TOM 就大概100塊左右 因為現在價格也比較高 那我個人是還蠻看好這個TOM生態 應該不會再疊太多 那我們就來試著先買一個 買一個鑰匙的手續費是 0.68 如果可以的話 就一次給他買三個 或是兩個 或是兩個都可以 因為你越多 他的手續費相對來說就越便宜 如果你買三個的話 就是剩1.04塊錢 那你看如果你買兩個 才0.86 也不用像買一個這麼貴 我用一個掩飾給大家看 可是我就為了要湊三個 那我們就是今天這樣買下去 然後這邊需要交戶確認 那我們就是確認 這邊等他交戶 我們看一下其他的 像這個NFT這裡 我們這邊就是 去連線他的Metamask 狐狸錢包 或是OKX也可以 連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這邊 先 這個facet就是 水龍頭 在幣圈裡面 這個就是來領水 也就是所謂領測試幣 那我們就來這邊領 就把你這個小狐狸錢包 複製 貼上 貼上之後我們就是申請 領幣 TOS 然後這個TOS我們也可以都一起010 好像成功領取 TOS代幣 就是以後他 他如果真的發幣的時候 他就會送你這個TOS 不過這是在測試鏈上的 你看我們這邊 OKX 他現在是在 所謂的 TOMSQUARE的測試網 等他正式上主管的時候 就會有真正的 TOS代幣 到時候我們這邊 可以挖到的TOS代幣也會變現 希望是賺錢的 對呀你看我剛剛 多買了一個鑰匙 所以我鑰匙變成三支了 那你現在要mint 你要把你剛剛 買的鑰匙給mint出來 現在就三支鑰匙挖這個TOS代幣 那他第一梯次呢 已經剩下鑰匙剩不到400個 剩300多個 所以要的話快點 下一次鑰匙一個的價格 就要漲到15.75 雖然是也沒漲很多啦 不過你買多的話 當然價差都出來 我們會來頂這個NFT的地方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買三個鑰匙了嘛 所以我們可以免費mint一個 mint四個應該是不行 我們來偷偷試試看 我們現在mint這個 這是授權 我們現在mint到一個 我們關掉 然後再畫面這一個 應該是不能mint四個 面到一個白金的 這樣我就要兩根FT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是零測試幣 每天都可以零 我是覺得應該 就零一次 後面應該也暫時走不去 這個是跨鏈橋 這邊之後應該就是 可以讓你 點一些測試幣 然後做一些 跨鏈的測試 然後 你有交互以後就可以拿空投 然後這邊的功能以後 看要什麼 我們再來 研究一下 現在真的數量剩不多啦 你看已經92%了 可以的話就是 把握機會趕快包含這個鑰匙 好那如果喜歡這個項目的話 就盡早參與 不然的話後面 廟室就會越來越貴 那相關連結我都放在底下資訊欄 那以上我會個人分享 不構成投資建議 謹慎投資啊 那就感謝各位觀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